馬祖慈悲 大家好 有同修問到說我們帶了馬祖的香火還有一些神物 那是不是每年要回去過爐 每年要去過爐 那我想應該是每年要回去 當然有些同朋友就會開始懷疑 顧問你是根據什麼 因為我們的信仰文化是慢慢就養成一種習慣 慢慢就變成一種儀鬼 那這個習慣文化是怎麼來的 因為馬祖是移民文化 移民就是年輕人子弟到外地去 那馬祖就保佑在外地在外保佑平平安安的 發展很順利成功 那這慢慢有感恩的文化 馬祖慈悲的文化照顧我們離苦得樂 然後我們會感恩 所以每年就回來回娘家 回來拜馬祖 這變成我們的文化一種習慣 每次回來我們就有香火 求個香火 拿個神物 令旗 帶去遠方 到外地去 每一人感恩會回來謝謝媽媽 謝了媽媽以後就是把令旗 我們的香火帶回來 因為就來過爐 這個習慣文化變成我們一種儀鬼 也就是說我們的香火 需要每年來過爐 那這是有它的道理 所以我們重慶這個宗教 重慶這個樣的信仰文化 馬祖的信仰文化 那我們知道我們馬祖的香火 我們拿了我們至少每一年要回去感恩這個媽媽 因為馬祖整個信仰文化就是儲悲 馬祖的幫我們離苦得樂 照顧我們 像母親一樣 盡其所能的照顧我們 給予我們幸福 讓我們平平安安的 每年要回去看媽媽 來孝慶媽媽 為媽媽的慶神 所以自然這個香火 每年就會回去過個爐 所以孫的建議是要回去過個爐 每年要回去過個爐 至少每一年要一次 以能量的血來談 拿這個香火有它的能量 就像馬祖派個兵給你 有一個能量給你 就像一個電池充滿電給你 然後派出去了 那個電池慢慢耗盪耗料 一段時間它自然這個能量就沒有了 他說需要回來怎麼樣 充電 需要回來充電 那也就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覺得要有一段時間 這個香火要回去充電 另外我們對馬祖婚靈出氣 令旗派一個香火 香火給我們是派兵 就像我們的國軍 在外島派兵到外島 那有段時間要移訪 讓阿兵 阿兵到外島很辛苦 你要讓他回來換皇 換新的兵給你 派新的兵給你 所以去了一年換皇回來 那個能量也做一個交替 再換家屬你新的能量 以這種的想法我認為 那個香火啦 那個令旗啦 那個婚靈的神尊 都是需要回來什麼樣 加持 但是每一年嗎 不一定 那如果我們習慣每年呢 回去看媽媽 為媽媽慶生 所以三夜呢 我們為媽媽慶生 那所以 變成一種習慣是每年 那有些廟宜呢 阿兵也有接觸 那個神呢 回去呢 要婚靈呢 回去進香完以後 他會寶貝問 再來是要多久回來 那有時候他媽祖會說說 以後我們大概三年回來一次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們就三年呢 這個令旗再回來過爐 回來過爐 而我們的香火呢 也可以在三年再回來 可是你要寶貝 要寶貝 那媽祖有特別說 這個婚靈出青的媽祖 三年再回來 或是五年再回來一次 就可以了 那必須寶貝去捨立 那恩德上的婚的看法 目前我們做教義的 在朝天宮 我們婚領出來的 我們就比較建議 如果媽祖沒有特別的交代 我們就是每年回去什麼 進香 那至少一點要過爐一次 以上呢 跟各位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